歡迎大家來到 我是港城市的頻道 我是港城市 今天為什麼要說台語呢 你看我是今天生的是什麼 哭海如新龍的這個狀態 我就是在帶水的玫瑰 今天我有一個很高興 台語怪大的地方就是 你叫我依龍嗎 其實是 其實 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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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很久 今天總算是 依龍你是在忙什麼 我拿到這個牌子是怎樣 這是什麼意思 這叫做你歌 你歌就是你的歌 Lewer Song International 我們這個平台International 也是有一些英文很高 也是你歌伴唱台的意思 這是一齣新的舞台曲 舞台曲你是在裡面有演什麼 我演 我演這麼大的 你就最重要的嘛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歌 從頭到尾我都在台上 這樣 有歌嗎 還有演字 唱什麼歌呢 唱什麼歌呢 古早以前的台語歌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台語歌 不一定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嗎 你說兩句啊 聽看看你怎麼說有知道 唱說你有沒有聽過 可愛的婚禮 就是我 所以這個句是在說什麼故事 你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呢 就是我爸爸的媽媽跟媽媽的媽媽 兩個阿嬤的故事 他們人生的故事合作會 兩個阿嬤變成一個阿嬤 這樣 但是我不是演我阿嬤 我也不是演我自己 我是一個角色合作張藝南 你是一個 你有很多阿嬤阿嬤合作一個阿嬤 對 對 大家都是一個阿嬤 對 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 人生的故事 打算 還有 還做會 對對對 今天可以帶一條歌 是 從這個女歌裡面出來的一條歌 唱給大家聽一下嗎 可以 可以 總是要唱歌 一定會 待會兒聽看看這條歌 叫什麼來 這條歌 叫做古魯的軟夢 古魯的軟夢 她說 評論 台詞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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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是买的映人我想买来去 我看你又不是幸福的路里 虽然没人带到南北中来的事情 在世间总是就爱自己打算靠你 乘存心堂但我心想的真意 很简单啊 俞隆 今天你知道我的频道 我是要跟你一口氣你知道吗 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台语 我们要不要讲中文 这出去里面有真的很多台语非常经典的歌曲 所以我今天用钢琴把它改编了不一样的版本 我想说能不能够我弹五秒内 然后你要马上结歌唱进来 你敢有我哪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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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计划看 美食 试试看 谢谢 呃 咿试看 你不是没听到 我跟你说有四个字吗 是 是不是听不 我刚才以 你要注意拉不 因为这是我的并带 你要听我跟我说话 說你一次喔 賣贏 賣贏你知道是什麼 醜一 欸 醜一 訂閱一下啦 KID 過一間 OK 這首歌有什麼故事 那好聽咧 好看 魯行龍 這首歌有什麼故事 你敢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跟她在這邊聽你不要緊張 我是台市的妹妹 哭喊女神龍是在當時呢 講述那些女性沒有那麼在社會的規範裡面 規範的意思是說 有些女性不被認同她們的工作嗎 或者是她們的人生選擇 沒有結婚生子的那種 或是不想要待在某一種既定的規則裡面 在那樣子的年代這樣的女性就是很寂寞這樣 這整首歌就是在講那個那一份寂寞 但是這個魯神龍這條歌 跟你這個家具有什麼關係呢 頭頭一句是什麼 這首歌她在這齣劇裡面的概念是什麼 她為什麼會出現這首歌曲 在這個戲裡面呢 我的阿嬤還有一個藝名 就叫做女神龍 魯神龍 因為阿嬤是一個很努力想要做 她心目中的選擇的人這樣子 可是在那個年代就非常的辛苦 很多事情就上不了檯面 然後也不被諒解 這齣劇裡面有很多的歌 每一首歌都是跟當下的劇情是有關係的 所以一邊在唱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一邊直接看到 在歌詞實際上發生了 就是時代感 然後跟畫面感全部都同時呈現了 非常沉浸式的 再來一條歌 妳要聽好了 這妳一定可以好嗎 好 5秒之後妳就要請我進來 好 來 好 阿嬤 作詞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孤雅不盼想定的 創崘對面睡 十七百歲也沒出家 看著少年家 過年表地面也要 誰家人出席 想要問一個驚歹歇 心來大地北 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知名的望春風 肯定是每一個人都會理解的這個旋律 不管是任何年代的朋友 那但是望春風做的曲子 在這齣劇當中 他扮演是什麼樣子的故事角色 其實這就有關係到這首歌的年代 在某一個時期有很多歌是沒有辦法唱的 當初政府覺得內容有一些東西是需要顧慮的 這樣子 所以這首算是嗎 對對對 他有被顧慮到了 所以這齣劇裡面是怎麼樣跟這首歌產生共鳴啊 在那個年代不能唱 可是我身為一個現代人 我穿越了到那個年代的時候我可以唱了 就不是由阿嬤來當主角來唱的 對對對由我來唱出這首歌 可是這首歌其實是代表當時 在那個故事裡面的人的心聲 就可能過去的那些女生他們不敢唱的歌 但是你覺得你現在有發出聲音的這個權利 所以你代他們唱出這些聲音 對 沒錯 你很讚耶 你很讚耶 再來這首歌呢 因為是第三條啊 最尾一條歌我們可以together forever嗎 Sure 我大一句你就要把我對進來喔 他人就要把他走下去喔 OK OK 我去看看 你也可以啦 OK OK 來喔 OK喔 你好 好帥耶 好帥耶 قط飽ан 馬面是紅旗旗 創起是社田園生日是很幸運 又要送一個的身孫 啊啊啊 馬比虎的唱亂愛是算你 五種氣味用 若聽這句我愛你 馬面是紅旗旗 馬面是紅旗旗 今晚會是難做 今晚會是難做 今晚會 暗記起 沒有阿寶牙咖啟這首歌 是真的鼓勵你 famous 大家都會很唱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當時的那種電音歌曲 它算是一個非常動感的歌曲 跟一些我們剛剛前面聽到的幾個比較 俗情敘事感的不一樣 那這首曲子在這個舞台劇當中是什麼場景 這首歌呢就是會出現在一個踢館的段落 踢館 對 所以這邊就要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哥這齣劇有總共十月份會演十五場 十五場呢 每一場都有一個嘉賓 所以總共有十五個 大家可能就可以期待在這場也可以看到其他你喜歡的歌手一起 對 而且就是是真的有一段戲的這樣子 所以要出來跟你尬牙的時候 又背樓唱的時候 阿寶牙啦 沒什麼阿寶牙這樣子嗎 你如果來的話 你可以找這種風格 我們可以有這種風格 又有偷亂 暗靜心甘地 無眾氣味又吼 真場劇我們大家可以聽到剛剛贏能分享 有很多經典的老歌 並且把這些老歌呢 這些歌詞呢更傳達 然後有一種穿越到古代的感覺 然後去欣賞這些歌曲 然後也傳遞了許多 我覺得大家現在很需要具備的一些重要的觀念等等的 還有跟嘉賓互相之間的battle合作 可以想見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 而且非常非常精彩的劇 那我想知道那個演出的時間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嗎 10月4號到10月27號的每個週末 可以在UDN售票網上面搜尋你哥就可以看到了 地點是在空總劇場 謝謝依依農 今天來玩很開心 希望姜老師沒有嚇到你 不會 老師他唱歌好好聽喔 我們大家到時候空總劇場見囉 掰掰 會貼太近嗎 不會 你的粉絲會建議嗎 會建議 你們只是很想貼吧 所以我先貼答案 掰掰 不要說請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請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要比愛心 很痛很痛 Ending Pause